刘亦菲有多招韩国男神喜欢 润说他太漂亮 以至于一见到他 所有的台词都忘了 李忠硕也公开表达刘亦菲很漂亮 而宋承宪则是唯一一个 与刘亦菲传出过绯闻的男星 在天天相上 宋承宪对刘亦菲上演急性的深情表白 说见到你之后很想拥有你 现场主持人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八卦的机会 于是全体起哄 而刘亦菲却只是怂了怂肩 一副不知情又很无奈的样子 在电影第三周爱情宣传期间 两人来到了刘亦菲的老家武汉 宋承宪不仅学着用武汉话与观众打招呼 品尝武汉的美食 还将自己咬过的食物递到了刘亦菲的嘴边 刘亦菲却直接用手给推了回去 尽管宋承宪在媒体前直接承认在与刘亦菲交往 但刘亦菲最暧昧的一次回应 只是在社交媒体比了两个心 唐妍还留言祝福 让大家以为这是默认了 可后面种种的迹象 又让人觉得他俩的互动只是为了宣传电影 且似乎都是宋承宪在单方面宣传 刘亦菲倒很少提及 在宋承宪与李英爱宣传电影期间 被问到与刘亦菲的感情时 宋承宪说自己的女友是李英爱的疯狂粉丝 原本既称赞了李英爱 又表明与刘亦菲的关系稳定 然而网友很快扒出 刘亦菲公开表示过喜欢的韩国女演员 是全杜爷并非李英爱 多次打脸后不得不让人怀疑 他俩只是为了配合电影宣传而组的CP 2017年 虽然宋承宪的新剧Black开播 他的社交平台 又变成了与新合作的演员 高雅拉的提名互动 友情提醒 可剧组CP不能入戏太深啊